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护肤汽车的 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07集的节目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 一款重量级的产品 为什么说它重量级呢 因为它的价格并不便宜 这个呢 是官方呢 最近推出了一款 叫做C01的玩具 它是使用了 当年G1的OP 增加了一些可动度之后 重新推出了一款 非常非常令人期待 说真的 为什么我那么的期待呢 因为我有先前入过 它的基础的这个模具 这个呢 我虽然不是当年老G1入坑的 但是呢 实际上喜欢上变形金刚之后 你再去玩G1的玩具呢 一样可以得到很多的乐趣 并不一定呢 是从小玩G1长大的人 才会喜欢G1 变形金刚的IP呢 能够成功 并不是一点点玩具的好啊 不好 或者电影之类的 它是多方面的累积起来的 好 我们就先不提那么多 我们提到这个玩具之前呢 我要讲一个 叫做MP10 我呢 第一个MP的玩具就是MP10 那么我当年呢 美版的MP10 我在台湾的反抖城呢 最后是以3750块钱台币入手 那是2013年的冬天 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玩具呢 是我以新台币3600多一点点 几乎跟美版MP10是同样价格入手的 那里头的内容物呢 严格来说 你可以说它类似 因为它一样是有带有一个货柜 还有多样的玩法 可以这么说 美版MP10 就是这个组合包的各种进化版本 当然这个组合包呢 是属于进化了0.5的版本了 它是增加一些可动的 好吧 那我是蛮蛮激动 因为这个玩具呢 我实际把玩之后呢 非常的喜欢 爱不释手啊 这段时间其实是我把玩最多的一款玩具 先看一下 它的包装里头用了一个 保力龙的保护壳 这个呢 现在来看呢 它绝对是非常不环保的东西 那我只是抽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理解一下啊 就行了 那么呢 它的一些纸质品的话呢 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 首先它有一张贴纸 贴纸可以补充一些细节 但是我说了啊 我个人年纪大了 这个我现在的眼力 没有办法把它给贴得很好看 再来的话呢 有一张人物卡 这个人物卡的话呢 非常的薄 非常的薄 就是一张纸而已 但是呢 我觉得非常有感觉啊 我自己有喜欢啊 自己就对于这种 电话卡是硬式的这种 人物卡 我反而没有那么样的感情啊 我们小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和玩呢 还是会出现这一类的人物卡的 再来有一张解说的非常详细的 日文说明书啊 已经不太有机会玩到日版的变形金刚玩具啊 至少我入了也不是很多啊 那这个说明书我觉得有喜欢 再来则是一份宣传用的广告单 这个广告单看上去就真的很有很有感觉了啊 就日版当年的玩具的话呢 不得不说啊 他们日本人做事情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再来的话呢 它的附带了一张透明的这个卡 这个卡是做什么用的呢 是让我们呢 能够清晰的 把这个OP的能量格的话呢 能量能量值的话呢 这样一照 照下去之后的话呢 它的一个素质的话呢 就会相对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冒出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 看不清楚也没关系 反正他本来就不想要看清楚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主菜了啊 OP的本体 首先旧的版本呢 我手上这一款的话 它是附带了两把枪 而两把枪的造型呢 本身呢还不一样 这一把的话呢 后面的造型比较粗大一点点 而这一把的话呢 则变成了一个比较细小的一个状态 这两把枪本身造型就不同了 而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款C01的话呢 它的造型呢也不一样 最明显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地方握柄是两根 而其他都是只有单独的一根 然后本身 这个旧版的枪呢 没有办法给它拿 因为这个握柄太短了啊 会干涉到 所以说新版的枪的话呢 可以给旧版的来 来拿 但是旧的却不能够让新版的来使用 这是武器上面是有一个不同的 再来的话呢 很明显的看到胸口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旧的版本的话呢 胸口里头只有一片空的 OK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新版的C01的话呢 却用了一个大家都觉得非常重要的领导模块的内部结构 而且是闪亮亮的电度 领导模块的话呢 是塑胶加电度啊 没有金属固件 比较可惜 但是呢 做的真的是闪闪发光 非常的漂亮 这个的话呢 绝对是为他的OP的领袖气质呢 添增了非常多的分数 接下来的话呢 就给各位看一下 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 就是可动度的增加 而可动度的增加的话呢 具体表现在 第一个是他的胸口这个部件 新的C01呢 胸口这里可以往下面 这里要用一点力 能够把它折下来 这个的话呢 对于人物的动作 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再来他的宽部的造型 可以说是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这样子 而旧版的话呢 比较单调 那新版的话呢 增加了哪里的可动呢 首先 他的从后面来看啊 他的侧边这里 捏住根部啊 比较比较保险一点 可以有一个侧踢 以及外摆内收 这个都是旧的版本是没有的 那么膝盖的可动则是一样 还有一处 他的脚 这个地方 也是新增加了可动 那么 手部的话呢 最大的不同是 手腕 可以收进去了 这个 是我觉得这一款玩具里头呢 让我最 最值得我感动的一个地方 因为 在旧的模具里头 在变形成车辆的时候呢 拳头必须要拔掉 而 这一次的新的这个设计呢 让我们这个玩具呢 终于 能够达到所谓的 一体变形 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 那么呢 也不是说旧版呢完全被 打趴 压在地上 并不是这样子的 旧的版本呢 有一处居然在新版被取消了啊 应该来讲应该来讲是1.5处 一处是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 手臂 旋转的这个齿轮关节 这个对玩具的质感提升分数是非常多的 我已经不下数次在我的节目里头提过 但是C01 这个功能没有了 真的是太可惜了 再来是 脚的地方 它的腿部呢 后面这里 我说根部这里 转动呢 已经没有虚位了 但是呢 那在旧的模具里头呢 它是有的啊 这样子 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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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有好也有坏 好处就是 掰起来 有一个玩具的力量会回馈给你 但是缺点的话 就是它的虚位造成有一些角度你踢不出来 所以我说这个可以说是优点 也可以说是缺点 但是手部肩膀 没有了那个齿轮关节啊 绝对是让我觉得很遗憾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目前吧 就能发现的差别 大概也就这么的多 对了 这个手臂 这里这个屏转 也是整个是多出来的 那我就稍微掰一下 玩一下这一款玩具的可动 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呢 它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这个一旦 这个脚啊什么的 这个地方可以翻 这里的话 有时候会奔开 无所谓 你再把它捏回去就好了 这个玩具的话呢 变成了这个之后啊 它的整个可移动的范围 远远超出可能就不是我们之前能够想象的那个样子啊 我是觉得掰起来的手感会好上非常的多啊 非常的多啊 特别是脚步的外摆内收啊 这个也是提供很大的帮助啊 可以说 呃 做了一个全面的进化 全面的进化 那可动之外的话呢 也就是这个胸口里头的领导模块 这个我点夺出来 呃 让我觉得吧 虽然说贵是 怎么讲 三千六百块台币 你说到底是贵 还是不贵 这个真是看它在你心目中的价值怎么样 我虽然不是拘一入坑 呃 但是呢 也是会喜欢上OP了啊 那么 这个价格我觉得 我觉得还行吧啊 还行吧啊 有时候吧 我们也给自己灌一下 我也不知道是毒鸡蛋还是心灵鸡汤 就是说 也不要说人家东西卖的贵啊 就看我们自己赚钱赚的够不够多啊 那么其他一些配件的话呢 我们也来给大家分享了 这个小滚书呢 初拿到的时候呢 这个轮胎 我们要自行做一个主桌 那这个比起MP10的那个模具来说 这个小滚书当然是简化了很多啊 不过它的这个警示灯的这个部件 一样是可以做一个翻转的啊 翻错边啊 翻这里 那露出来这个洞的话呢 你可以安插OP的武器 可以放武器 没有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放它的一个加油的装 这一个加油的一个油枪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具体来讲它的加油的油 在哪里 其实我就不知道了啊 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呢 把这个小货柜的两侧这个地方打开啊 它会有一个支撑 那我们好像也可以把它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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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那好像拖不动啊 应该是我找不到一个组合的位点 如果说你把这个警示灯翻出来的话呢 就是 勉强应该还是能扣一下啊 但是我个人的话吧 我并不觉得这个货柜 OK 反正不是很合啊 反正我不喜欢这样做 那么呢 它的货柜 从后方这里进行一个打开 打开的时候呢 建议是 建议是这样子 有点紧哦 翻开 那么呢 因为我手边的话呢 真正是属于G1时代的玩具呢 就是只有这一款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算妇科的啦 我当年 班老师买的时候 我没有买到 大红蜂 那这个比例就是这个样子 各位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舒服哦 对不对 这个比例真是 看了就是非常的愉快啊 当然货柜本身的话呢 它在人形 人人形的状态下 它是作为一个 维修台来使用的啊 这个我们不应该把它给 这样给打开 反正翻开 OK 如此这一般 这个就是它的 一个货柜变形成 维修的一个地台 那么这个的话呢 可以做一个移动 打开之后的话呢 内外 它是造型的话呢 你里头怎么放 随便你啊 这个维修台的话 这里台子还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 像是什么 雷达 还有天线之类的 然后维修的手臂呢 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可以翻到下方来 那么它在这里的话呢 有附带了四颗子弹 那实际上 我们只需要装两颗就可以了 而且它这个子弹装下去 是有防呆的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缺口 它有一个朝下的一个缺口 所以这个子弹装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的稍微注意一下 那附带四颗子弹 应该是预防说有人把这个子弹给射丢了啊 好 那么这个维修地台的维修台的话呢 平常就是把它放高一点点 那我们就可以让这个OP的话呢 站在下方 所以说吧 如果你拥有这个完整版的MP10 不管是美版还是日版都是有带货柜的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说 这就是一个标准OP应该有的玩具的整个全配备的一个形象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内部的话呢 它当然没有像美版 哦 不是 没有像这个标准的那个Mesterpiece 第10号 那么多细节的科幻 它是使用一个贴纸的方式来做一个展示了啊 各位就知道一下也就行了 那么货柜平常的状态下呢 你可以把它从下方给打开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啊 但是我们还是就是给大家继续做一个展示 变成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那么呢 这个货柜的话呢 在这个形态下呢 这个小车一样是可以摆在上面啊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传说中的这个OP啊 你也可以把它用这个尸体的状态 躺在上面啊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那我们把最后一个配件的话呢 给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它有附带一把能量幅 而且能量幅的组合方式呢 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就是呢 平常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你需要把这个地方拨开之后 这里有一个握柄 以这种握柄的方式呢 去让这个OP 我不知道怎么拿 反正应该是这样子拿 正拿跟反拿都可以 OK 反正它这个拳头本身还是可以转动啊 这样子就有一个能量幅的一个状态 可以说 我还是要提一下 就是这一款这个C01的话呢 它真的就是一个 我们要说把它复古化的MP10嘛 这样讲其实不太对 应该是MP10是它的一个时代进化版 然后这一款等于是说 把旧版跟MP10之间呢 做了一个过渡啊 反而让我们觉得说 这个东西特别特别有它奇奇妙的意义啦 我真的是蛮喜欢这一款 那货柜的部分呢 我们对比一下新旧版本有一处的不同点 在这一次的C01新版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呢 它可以这里把它给拆除下来 从这个地方有一个组合的卡扣啊 从这个地方插下去 它里头还有附带轮子 也就是说呢 它本身是做成了一个可以往下面啊 移动下来的所谓的高射炮啊 这样子一来就有一个发射的功能 本身也有很不错的一个推动的属性 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的玩点 而它的话呢 跟旧版的相比的话呢 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哦 这个是旧的版本的货柜 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 旧的版本的货柜呢 它的这个部件呢 是不能够拆下来的 但是呢 它取而代之的呢 是另外一个功能 这个我们把它推上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武器给拿下来 它这里有一处的推动了这个东西 它的话呢 前方有一个触动的开关 在这个地方推下去啊 可以把这个车子往前推 试着如果你把车子放在这里的话 这样一推 开快车是很危险的 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啊 那具体这个东西的玩法呢 你把它扣上去之后 你将货柜的话呢 做一个组合 把它回复成车厢的形态之后 你把车子的话呢 给放进去 再来的话呢 按下开关 诶 好像有点卡住 没有 没有把车弹射出 诶 有了有了 开快车真的很危险啊 也就是说呢 呃 这个指挥塔的部分啊 我们称呼它为指挥塔嘛 这个部分 新版可以拆下来 单独变成高射炮 但是呢 旧的版本的话呢 虽然不能拆下来 可是它多了一个弹射的一个机构 这个也是新旧版本货柜不同的地方 哪个比较好呢 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示范这一款C01的变形过程 毫无疑问 它是经典中的经典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步骤的话 我们先把头部呢 给往后翻下去 然后胳膊的话呢 往后面推过来 轮子稍微放下来 拳头给收进来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掰进去啊 到这里 这个的话呢 完全是按照动画里头的变形呢 来变的啊 所以看上去就是怎么样 一个字过瘾啊 车头就这么变完了 脚的话呢 那它这一次的话呢 内部多了组合的卡点 旧版的话是没有的 而它往后推的时候呢 你要稍微的往外面倾斜一点点 躲过这一个红色的凸 两侧都是一样的啊 两边稍微躲开一下 然后前面这里的话呢 可以再把它给捏紧捏回去 脚底板直接往后面推就可以了 脚打直 两只脚的中间的话呢 有组合的卡扣 旧版没有 扣起来 变形完成了 舒服啊 愉快啊 对不对 滚动性的话呢 也是相当可以啊 但是呢 以滚动性来说 我们就不得不提 旧的版本的话呢 会再更好一点点 这个呢 怎么解释 很简单 结构比较简单 它的腿部的话呢 是整个是长条形的 所以就这个滚动性上的话呢 自然而然就会比较 没有一些偏差啊 什么有的没有的啊 你把它调整到位 也还是可以了啊 那么它的一个热感贴纸 在上方这里 搓一搓 我会不会搓出狂派呢 很可惜 它依然是奥特宝 好 不管怎么样啊 你的内心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别人怎么搓你 你的内心还是那个样子啊 来吧 来看一下 车子的状态下呢 以这个 车头可以看到 旧版的话 可能会再好一点 因为它里头应该是空的 但是呢 我提过了 旧的版本的话呢 它的拳头居然是必须要拔掉的 没有地方可以放 所以我只好呢 把它收纳在前方 而这也是旧版的玩具呢 我觉得硬生生 比不过新版的一点 就是拳头需要拔掉 要不然的话呢 其实旧版也是有它很好玩的地方了啊 那后方的话呢 都是一样 非常单纯简单的造型了 然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 Otoba变形之后呢 都会有一个货柜要拖过来嘛 我们就把货柜拿过来 跟它做一个组合了啊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支撑的这个架子 要推到后方去 好 然后呢 稍微看一下 扣上去 这样一来呢 就没有问题了啊 伟大的国派领袖 完整版 带着货柜的一辆平头卡车 然后左右转动的幅度 完全不会干涉到 你看还可以掉到这么多 是非常足够它活动的 轮胎也全部都是橡胶胎 然后轮框全部都是做了电镀的处理 后方车子的这个部分 还是可以打开的啊 一头一样 能够让它的国派的这些伙伴们 从后方降落 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这款C01 如果你是一个饼铛钢的粉丝 而你没有能追到G1的玩具 而且你喜欢G1风格的话 我真的觉得这一套套装 真的是太棒了啊 完全可以代表Atmos Prime 这个人物玩具应该有的样子 至少至少是 你应该像这么做到这么样 这么样的一个完整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 可动的提升 我实在是非常的满意 就利用这一集 花了一点点时间 慢慢的给大家聊完这一款C01 强力推荐 强力推荐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